在屏東勝利新村歷史建築 打造舞台般的開放式廚房 曾在名廚剪天才高雄米其林 綠心餐廳擔任主廚的邱洪遜 歸到家鄉屏東開業 使用屏東代表性食材 結合西式料理手法 作為季節性菜單的發想 要讓顧客吃進屏東風土滋味 理念我們是希望可以大量的去使用到 我們屏東的食材 那你說堅持就是我們一樣就是 食物是最健康的方式去呈現給客人 不加太多的調味料 這季套餐續取已發酵的康普茶 勾起味蕾的渴望 接著以金針菇 南瓜籽為主要食材的小點 一口咬下 口感酥脆 口齒流香 而以鸡尾酒杯盛裝 鬼頭刀 番茄 屏東白醬油混搭出的冷盤 嚐到大海的味道 與從土裡長出來的蔬菜甜味 接下來用腌汁蝦 發酵洋蔥 和蒸蛋所呈現的分子料理 真是視覺及味覺的大享受 再來代表屏東的land 以東港蝦口提升香氣 端出變奏版的東港肉粿 令人驚艷 我們會以屏東的特色的食材 跟特色的料理下去做變化 因為我們每一季的菜單裡面 會有一道菜叫做land 然後就是以我們店名土地去做命名 但是它有可能是我們屏東的小吃 去做變奏版 那也有可能是我們屏東很特色的食材 主廚上菜時會在桌邊介紹料理特色 畫面中的主菜是用台灣陶藝家特製器皿 將鞍唇和腿分別用不同料理手法 搭配皮農可可及發酵辣椒火龍果的醬汁 一道料理就能嘗到豐富多元的風味層次 胸的部分我們散了鹽橘 讓它下去做軟化 然後腿的部分 我們用法國傳統的做法油風 油風它就是把油控制在90度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煮 所以它的肉會很軟 然後最後我們再把它烤到酥脆 那旁邊你看到的紅色的醬 它是火龍果 我們屏東的火龍果 然後加了發酵的辣椒 所以它吃起來有點微辣 那上面看到那個碎碎的 那個就是我們屏東的可可 然後旁邊的醬汁是橙皮 橙皮就是我們中餐在滷牛肉的那種柑橘 再來這道使用台灣原生種的黑豬香嫩肋排 搭上榨梨麥 梅干菜及白玉蘿蔔 創新料理手法提升傳統食材的美味度 黑豬我們使用的是我們屏東的黑豬肉 那旁邊搭配的是梅干菜 客家梅干菜 然後我把它加進了一些豬肉的油脂 把它打成泥鑽 然後它吃起來就會比較滑口 那如果以法國菜來講它叫做圖內納 它一般是抹在法國麵包上 然後豬肉我們上面有做 我們去做熏烤的方式 所以它吃起來油香很足 然後搭配那個炸過的梨麥 增加它的口感 長進海陸空料理後 收尾的甜點以台灣米製成的冰淇淋 搭配蜜地瓜及口味式海苔的炸地瓜葉 將超台味的食材變身精緻甜點 最後端出迷你焦糖馬德蓮 搭配台灣最南端的港口茶 茶的香氣與茶點共舞於舌尖 讓這場料理盛宴完美落幕 餐廳每季推出一套菜單 多達10道精緻料理 吃得巧又吃得飽 用餐環境和舞台般的開放式廚房 提供客人截然不同的感受 為屏東帶來不一樣的用餐體驗和氛圍 記者張如意 劉建榮採訪報導 知青豪申 醺